行动管制令延长到4月28号 4月10号新闻最正点 由日本第一组模品牌BBFood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4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兵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222人出院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18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4346人 新增3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70人 不过也有222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1830人 行动管制令延长到4月28号 听取了卫生部的建议后 政府宣布再次延长行动管制令两周 即从4月15号到4月28号 属相表示他感到幸运 因为大家都自律和遵守规则 明摆卫生和安全的重要性 请大家继续祈祷 以度过这个考验 宝藤生产面罩 受行动管制令影响 宝藤汽车销量严重下滑 不过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 宝藤宣布他们会使用生产汽车的专业知识 来生产个人防护装备 预计20天内可制造6万个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抢救阿婆脚 日本销量第一的足膜babyfoot 脚胃太臭 很尴尬 鸡眼很大 很痛苦 脚皮太老 很难看 快来试试日本销量第一的足膜babyfoot吧 平时工作繁重 没时间保养 不如趁行动管制令期间保养我们的双脚吧 babyfoot是足膜界的明星 荣获世界精品大奖的特别金奖 也是日本cosmet大赏的冠军 它拥有17种天然成分 能温和地去除我们的老旧脚皮 解决脚胃 肌炎等问题 只需穿戴一次 就能在7天内让你的脚板 焕然一新 恢复baby嫩足 babyfoot在全球50个国家热卖中 预知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谢谢日本第一足膜品牌babyfoot 赞助本集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 继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 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您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全球夯枕头群挑战 新冠肺炎爆发后 许多地方都在实行着行动限制 而国外的网民在instagram 发起了枕头群挑战 把枕头配上皮带 打造出类似小礼服的性感服装 这么创意的时尚搭配 真的让人大开眼界 两个月大婴儿击退冠病 意大利一名确诊冠病的 两个月大婴儿 在星期四成功地 把病毒打败 抗复出院 这位年幼的抗复者 给其他患者带来了希望 顺道议题 荷兰一名感染 冠病的107岁老父 日前也把病毒打败 根据报道 他很有可能是 全球目前最年长的抗复者 伊朗领袖 呼吁穆斯林在家抗疫 伊朗是中东疫情 最惨重的国家 最高精神领袖 哈梅内衣 呼吁民众 在接约 不要出门 在家里祷告就好 以协助防止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那么在这个 非常时期里面呢 无论我们来自什么宗教 我们都应该要 避免出门 如果要祈祷的话 在家里进行就好了 那么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给病院 谢谢 新闻的最后 我来念一念 我在网络上 看到的一篇文章 2020年 确实是老鼠年 我们 都躲藏起来了 我们 只是出来吃东西 我们把食物存放在家里 以后再吃 当人们靠近我们时 我们就会逃跑 明年 需要像牛一样工作 2022年 才能像老虎一样 强大 这 也让我联想起 一句名言 天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老天爷 给了全人类 一个考验 只要我们 跨过去了 我们就能迎接 美丽新世界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祝你一切平安 健康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彬燕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